現在公車大部分是地地盤的設計 方便新種朋友 也就是行動下班的中間 小孩上下公車 但是有時候公車站常常有障礙物 也就是違規停車 造成公車主義停車的不便 公車停口口竟然停車 但是常常有很多塞車的名字 因為只是方便 那造成公車停口困難 也可能影響新種朋友的管理 公車站等車的一個地方的話 是不是有其他障礙物 這個我們跟警察局 還有我們交通局一起來努力 那也請這個業者有碰到這種狀況 即使跟我們反映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在輪椅乘客上下公車部分的話 我們請業者要加強教育訓練 讓駕駛員要落實相關輪椅乘客上下 公車的一個標準作為程序 公車也請也希望他的方式來台北出發 如果輸機有按照標準的領事 協助新種朋友 泰島的正式行動上也很優先 對他自家講 我們用正面鼓勵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載有輪椅的乘客 上下車的時候 你回到站上 馬上播放你的錄影帶 你如果有按照我們的標準作業程序 來進行 而且服務禮貌 這個 應對上 肢體上 或是參與上的一些 肢體上的一些服務 都很標準 我們馬上即加獎一次 用正面的 讓我們的司機同仁 抱著一個喜樂的心 來服務我們的乘客 有種空間 其實需要大家共同維吼 提起告訴朋友 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方便 把車停在公車停口庫 造成輸機的加持民眾 上下車的不便 記者本件看林金如 露酒彩虹報道